如果橱柜能重装,必须选择不锈钢,首先整柜还有台面都是304不锈钢的,健康又耐用,一对传三代,并且一体成型的不锈钢台面不开裂,整体性非常好,还没有缝隙也不容易滋生细菌,下厨时的油污一抹就干净,最后这个门板是这种可拆卸的设计,轻轻一掰,就拆下来了,直接放到水槽里冲洗,开装便利清晰。 温阳台,你是不是还在纠结选择系统平开装和推拉装,一款新型的漂浴装,它结合了系统装的挤压式密封和平开装, 开装的开启便利,完美解决了系统装开启占空间,推拉装密封不言等问题,如果你喜欢,欢迎点赞加关注。 外层是通体不锈钢材质的,1.03厚的,咱们碳板里层采用的是机械遮弯,两边都是机械遮弯的,没有焊接点,特别好清理,好收拾的。 而且咱们碳板里层的通风口,一个底部,包括两侧都是有通风口的,咱们这种属于环绕通风设计,咱们这款烤炉上火特别快,是一款快炉。 烤串呢,咱们省碳,而且还特别省时间啊,咱们这款烤炉的两侧的这个把手,还有这个炉腿啊,都是可以折叠的,都是可以这种折叠的。 咱们这款烤炉的那个碳板的宽度呢,是14公分,然后碳板这个深度呢,是7公分,是7公分,7公分的深度,这个14公分的这个宽度啊,咱们这款包钢炉呢,有四个长度的,有四个长度,有40公分,50公分,60公分,还有80公分长度的啊。 家人们可以那个根据家里面的使用人数来选择它的这个长度,咱们这款包钢炉呢,它设计的属于是简单大方啊,而且结实耐用。